各位球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主要是交流一下 发正手的短球 然后连一板批长这么一个套路 发正手短球 大家一定要注意 首先还是要给它发低 就是球还是接近台面的时候 我们再做出手 然后既然是一个下拳球 我们还是要接触球的中下部位 从这开始做牌子的运动 如果说发短 我们还是有两个一跳的区域 可以选择 一个是进网区域 一个是长线的区域 对于咱们业余球友来说 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的 还是稍稍的偏进网区域一点 这个位置比较好 大家可以用这个点先去练一下 很多的业余球友 在练发这种短球下拳球的时候 他会练这种兜这个球的底部 让这球到对方球台往回走 这么一个球 这种球实质上对于实战的角度上来说 并不实用 因为过去以后旋转是一个回旋球 是像回转的 那这种旋转对手接的时候 他一碰就过来 就一点都不会感觉到有这种特别转的感觉 不会 不会有那种扎往根的情况 那真正的旋转呢 是靠我们这个手啊和球 在这一瞬间做这种挤压的动作 然后会产生这种强烈的下拳 他才会出现扎往根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发这个短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给它发低 这个非常关键 至于这个低呢 我们要用身体的重心去压 那就是说 抛完球以后 在球下落的过程中 我们的重心要去随 随着这个球往下降 降到最低的时候进行出手 这种方式呢 控制球的这种稳定性啊 会非常好 基本上如果说把重心控制好了 出手的位置控制好了 球基本都是我们想要的这种短球 这个是发球 对手呢 做一个回摆 我们呢 不去做这个过多的技战术 就做一简单的批长 就可以牵制住对手 那对手摆到我们的反手位 我们在搓的时候啊 一定要赶这个 去触碰球 要赶去下手 既然是批长 我们要给球一个作用力 不要去碰球 一定要把球吃住 然后把手呢 尽可能伸长一些 那很多人搓的时候啊 喜欢用这个 横板呢 喜欢用这个 板檐啊 朝前 这样去搓 这样的话 是搓不出速度的 就没有突然性 所以我们在触球一瞬间 要是横板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拍头啊 点出来 点到向前 这样的话 过来以后 球速会很快 球是往 往这个长线扎着走的 效果会非常好 那如果是直板的话呢 建议也是拍头 略向前一点 把手伸长 去做快速的加速 去敢于触球 一定要敢于触球 千万不能碰 这是一点 那线路上来说呢 我们发到正手位 短球 回的最佳线路 就是对方的 反手位长球 这样让他一上 一下 那就会漏洞百出 这样我们呢 再连接下一板的时候 空间会很大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和大家的 这个分享就到这 希望大家呢 能有一些收获 谢谢